由陶渊市文化局以及经贸建设 所共同举办的经贸金曲年度音乐会 将于7月6号举行 而今年也已经进入第五年咯 这可说是一件意义非凡的一项盛事 而陶渊市长郑文蔡也亲临现场 让我们来看一下现场画面 比较特别的是7月6号这场演出 有邀请了很多的像家福中心 像世界展望会 找来的大概170几位孩子 来一起参加这个经贸的音乐会 不过这次的主题是用电影音乐做主题 演奏的这个湾声乐团 它是希望把音乐带到偏乡 而且让这个偏乡的孩子 也可以参与演出 经贸金曲音乐会售票所得将全数捐出 支持湾声乐团台湾行脚计划 也将音乐的美好带入偏乡 让音乐美学不受限 对此湾声乐团李团长也提出说明 或许我们在国家音乐均里面演奏音乐 对我们来说非常平常 因为这是我们的工作 当你相同的一件事情 带到了一般民众的身边 带到了这个北城市场 卖35年的阿姨阿嬷的身边的时候 他却觉得这是他这一辈子 摆摊最特别的一天的时候 其实这个价值是完全不一样的 经贸建设除了热心工艺之外 经贸一号也荣获2019英国国际地产大奖 也因此被称为建筑界的米其林 不仅如此 经贸建设更是三度获奖 今年更飞往泰国曼谷领奖 经贸建设范执行长也表示 因为湾声它是一个以台湾的创作 跟一个主题做演出的一个标的 一个非常有理想跟主题的 一个我们台湾的本土乐团 所以我想哲一老师也非常的有 有一个目标跟理想 所以我们也在这个产业这一块 如果说我们可以的话 我们就全力支持它 请不吝点赞订阅